我们来看一下这个RT85如何存储信道 如何删除信道 然后的话就是我们现在是 信道的话总是15个信道 现在15个信道的话是频率是136.25000 那么的话就是我们首先去按这个信号键 进入VFO模式 然后我们去长按这个F键 这个信道散速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存储 信号键存储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的话这个146.25000就已经存储到16信道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删除这个信道 VFO模式下 短按这个信号键进入VFO模式下 长按这个F键 然后我们去调到16信道 我们按信号键去删除 现在的话是已经三处了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现在16信道已经三处了 继续用键去删除了